新竹市消防局消防训练基地 从民国93年建制以来 持续培训各类别的救灾人才 同时训练基地首创 全国消防专业训练基地维护管理机制 将以往委外维修的经费 透过自有人力购买材料更换耗材 光是在今年度就节省了 818600元的支出 我们发现说 我们因为每一年的年度一算 我们事实上训练的经费 也只有500多万 那么从中间还有150万的收支对列终点费 扣除这个部分事实上只有300多万 要担负将近300位消防人员 每一年度的专业消防训练的经费支出 那么还有很多的训练设施的保养费 那我们发现这样的金额事实上 而且现在市政府的预算 并不是特别的宽松 那我们想说让它做更有效率的运用 于是说我们就开始来研究 来发展我们的六项的这个主要的维护计划 透过这六项的计划 那有本科的这个人才 那加上我们的艺难 那有一些专业的背景的部分 我们共同来实施 那这样子的话 从105年到今年106年来讲 光这个如果要临商来做一个处理的话 大概要花费83万多块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只用了购置的成本 一些工本费大概12400块左右 那算起来就节省了81万多的一个市库的支出 新竹市消防局今年度若是招标 由外包厂商进行六大项保养工作 预计将花费83万1000元 透过管理机制实际所耗费成本为12400元 节省的81万多元经费将运用在人员专业训练上 节省下来的经费 我们就可以来开办更多更好更优质的一个训练 包含像我们消防人员的潜水 或者是其他救助的一个训练 我们今年度也开展了3到4T次的一地训练 包含潜水里面我们到南部的墾丁 接受更加严格更专业的一个潜水训练 那么将来如果有类似的这个收救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快速更专业的来做处理 每年定期举办的北台八县市联合演习 各县市的消防人员 借由新竹市消防训练基地的训练课程为平台 进而达到训练默契和培养救灾模式 邻近的新竹县苗栗县 甚至比较远的嘉义高雄还有桃园 也都来这边接受过我们相关的训练 那以北部台湾的这个我们联防机制来讲 北台八县市的部分我们每一年都会做一个 共同的联合演习 那这个部分也是透过这个平台 我们训练共同的一个默契 那培养出救灾的一个模式 那透过这样的模式 一旦有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最快速的动员方式 和我们的能量到达现场 然后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模式来做处理 新竹市消防训练基地 是全国首座国内外消防人员专业训练基地 建置地震灾害、火灾抢救、化灾抢救、应用救助等 四大情境训练场地 并建构抗震、防灾全方位、教育训练新平台 整合消防与产业联防救灾模式 不但提供灾害防救和产业安全的学习环境 更是精进防灾人员技能的训练基地 台坡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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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